好 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基隆市的中山区跟安乐区10号这一天发生多次的跳电状况 一开始是安乐变电所是在5.43分 两条溃线断路器相继跳脱 造成中山区还有安乐区总共有7831户时停电的状况 没有想到事故发生15秒之后 系统就自动复辟成功恢复供电 初步认定是松鼠误触引发停电事件 但是也没有想到在晚间6点半又跳电了1分钟 6点35分再停电43分钟 8点21分又跳电了5分钟 台电方面紧急触动了工程车隔离电线间区的区间来做抢修 希望不要再发生停电的状况 另外在台北市的复兴南路晚间也发生了停电的状况 详细原因还有待调查 海巡署位于台东的东部分属10号晚间 金船发生了一起电击意外 这是有一名20岁的志愿一男子在洗澡的时候 疑似遭到了电击 当场失去了意识 救护车抵达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反应 送到了马街医院进行抢救 消防人员表示 在浴室现场没有发现电器用品 或是其他可能会引发电击的物品 不过呢 士兵的胸口出现明显的电击痕迹 索性到院抢救之后 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理清 在台北有一名男子 只有后开车返家撞翻路边的机车 结果情绪失控 还出手拍打远警 酒驾又妨害公务 现在遭到判刑代价可不清 好 另外呢 在桃园则是又有通气犯 自作聪明从后门逃跑 结果被警方前后包抄 当场逮捕 男子满脸通后面对远警情绪激动 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大声呛警察还嚣张拿起手机 请他过来我拍可以吗 看不到我拍的骗屁啊 等一下可不可以跟你讲他要被账号吗 我要拍 我要拍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啦 竟然出手拍打远警 直接被压制在地 妨害公务现行犯 叫你冷静不能进 原来就在不久前 这名男子跟朋友到中山区 一间知名儿肉店用餐 到了威士忌还开车上路 状上停在路边机车 警方一侧就侧0.75 被判四个月有期徒刑 而徒手拍打远警 妨碍公务设犯伤害罪 但法官考量 他也和两名园警 各以2万5和解 因此判处男子拘役55天 这一掌代价真的不轻 镜头转到桃园 嫌犯以为能逃出法网 警察不要动 从后门开溜 被园警团团包围 吓到语气颤抖 原来他是名毒品通气犯 为了躲避茶器 藏在朋友家中 警方早已掌握线报 言判他会从后门脱逃 前后埋伏 果然不出所料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陪我穿一下脱鞋 鞋斗来不及穿 直接被警方包围逮捕 乖乖接受法律制裁 记得王志文 泛亚乔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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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